第五子妹主日平安 提到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 你会看到这里 阿姆斯开始以一曲哀歌 开始奏哀乐 来向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话 这个模式后来 被好几位先知致敬 是不是 耶利米有一整卷的叫哀歌 包括以西捷也在他的书卷当中 十九章二十六章二十七三十二 都有唱哀歌 有的是给以色列 有的是给犹大 有的时候也给推罗给埃及唱哀歌 所以哀歌这个传统 可以讲是从阿姆斯这儿开始的 今天我们很少知道什么叫哀歌 我们大概只是听过什么叫哀乐 对吧 重要的人物去世 就那个你都听过的 我不用在这儿哼唱 很不好 就是有一些东西 那个一出来 它是绕过你的一些理性的黄线 让你知道那个在讲什么的 据说有一个大学刚开学寝室 有个同学 订购了一款特制的被子 那个被子面就是一面挡棋 然后他晚上把它盖在身上 就那么仰面睡在那里 全是说其他同学都不敢睡了 因为那个状态 所有人都会想到的是藏物 而且是那巴宝山的藏物 对吧 也就是说当伊利米和阿摩斯 这样开始说话的时候 所有的人就陷入了一种 很不愉快 很尴尬的情况 之前说的好好的 因为一个先知去讲话 通常他不是对着空气讲吧 他一定是对人讲的 肯定人家那个北国 有一些他的客户啊 或者他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人 或者是百姓 请他来 或者是召他来 或者是听他的宣招而来 聚集了一些人 听他在这儿讲话 然后他突然说 大家好 咱们这个快乐的事说完了 现在听我给你们唱一曲哀歌 听我给你们奏一曲哀乐 这个是让人十分之尴尬的 是十分激怒人的 但是他就是要这样说了 他就是要这样说 希伯来文的 希伯来文化中的哀歌 他的特色就是句子很短 很短促 然后呢 就像是哭泣 像是啜泣 那个样子 然后他会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 呈现出人 城市 民族等等的那种毁灭 他不是在赞美这个毁灭 他是在哀叹这个毁灭 然后呢 让这种美好的东西 所谓的毁在你面前 这是希腊人的悲剧的特色 那么希伯来的哀歌也是如此 他先列举那曾经的美好 最后他毁在你的面前 你才会知道 这为什么叫哀歌 他的悲哀到底体现在哪里 就是那《红楼梦》的 前八十回都在主要描写了大观园 多么的梦幻一般 到后来他毁灭的时候 才会让你觉得惊心动魄 对吧 所以哀歌是有这样的特点 第二节提到的以色列民 就跌倒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无人搀扶 这个原文呢 是叫做以色列的处女 以色列的处女 跌倒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无人搀扶 常常用女性来称呼一个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下 你可以看到 他需要搀扶 但是无人搀扶 他现在就是跌倒在地上 也自己没有能力起来 这个是我们今天 常常还说的躺平了吗 他这个躺平 可不是说今天这个意义上的 这是被迫的 对吧 这是叫做扑倒再替 扑倒在地 别人不帮他 自己也没有能力站起来 然后第三节和第二节之间 我们的合合本少了一个字 第三节和第二节之间 第三节的开头 在原文有一个 因为 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无人搀扶 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为什么会跌倒 无人搀扶 自己也没有能力 因为这是上帝定的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加的城 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 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 发兵 就是因为要打仗 对不对 打仗就是因为有外敌入侵 那么你发兵 去抵御外敌入侵 却损失了你百分之九十的 兵丁 所以剩下的就是女人 孩子 老人 跌倒了 无人能服 因为你的人口 百分之九十就消失掉了 你所有的部队都被消灭了 到时候这样场战争当中 无人可以生还 所有人都包含在这个灾难当中 唯一的反应只能是唱起这哀歌 这就是先知想讲的意思 这个事还没有发生 但是它后来发生了 那就是在亚述入侵北国的年间 对吧 所以这预言后来它还是应验了 还是应验了 战争发生的时候 无论你的王公贵族 还是平民百姓 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 还是说是半文盲了 准文盲 都是不能免灾的 战争会席卷所有人 相对而言 反倒是那些达官贵人 那些王孙贵胄 可能下场会更惨一点 唐朝的诗人叫杜甫 他就写过一首诗叫做 哀王孙 我感觉跟阿摩斯唱的 这一个哀歌 他也好像 这个哀王孙里边 有这么几句 是说有这么一个 路上遇到的少年 看他腰间 佩戴着这个珊瑚 佩戴着宝玉 然后这就知道 这肯定是一个贵人 贵族 对吧 但是真的可怜 他在路旁 已经哭得 嗓子都嘶哑了 百般询问 他都不肯说自己的姓名 他只说生活太困苦了 求人收他为奴仆 因为他已经有一百多天 逃窜在荆棘丛下 体无完乎 遍体是伤痕 这就是杜甫这个诗里上写的 我当然读的是白话 翻译过了 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的那种哀伤悲叹 就如同这里边 阿摩斯说 以色列的民跌倒 无人搀扶 求人收他为奴都没有人管 这样的意象 是在圣经里也出现过的 对吧 然而 杜甫在他的诗中 最后给出的解法是什么呢 他有几句诗很奇怪 他说这个叫做 高地子孙尽龙准 龙准自语常人书 然后如何如何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皇帝的家族的子孙 都有一个特征 是这个高鼻梁 都很帅气 所以一看这个孩子 这么英俊 这鼻梁这么高 肯定就是贵人 所以你们都是龙肿 你们跟平常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最后他说 什么 哀在王孙甚勿书 武灵加气 五十五 意思就是说 你们的祖宗都很厉害 礼堂家族都很厉害 这个祖坟在冒清烟 你们这个必能忠心 必能得救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中国的诗人 给出的解法 然而面对着这样的一种 同样的战争带来的哀伤 阿姆斯却说的是什么 是你要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你得寻求上帝 不是寻求皇帝 皇帝自己也跑四川去了 还把他的爱人勒死了 是吧 没有用的 你能寻求的是上帝 而不是任何的人 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 唯一的盼望就是神 但是所谓的寻求耶和华 寻求上帝就必存活 怎么个寻求法呀 怎么叫做寻求他呢 你会发现下边就给出你具体的做法 首先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 不要进入吉甲 不要过到别事发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 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 这里首先要说 希伯来文的一个经典的传统 就是非常喜欢用谐音梗 这里的吉甲 它的那个字母 就和这里说的掳掠 它是一种对应的一种谐音 而伯特利和无有 也是有一种暗州的呼应 这个读原文就能够比较清楚的找到 所以先知在这里说 不要去吉甲 吉甲被辱月 也不要去伯特利 但是你在第二点上 你更要去思考一下 除了谐音梗这个意思以外 吉甲伯特利 这是个著名的什么地方 之前就批判过他 这是金牛教的总部 是不是 是金牛教的总部 所以寻求耶和华 第一条是要去敬拜他 但是神就知道你会想什么 这些人的第一念头说 要我赶快去伯特利敬拜他 我赶快去吉甲烧香 我赶快到别是吧 去献上一个什么东西 他知道你就会这么想 因为你就会觉得 这叫做寻求耶和华 上帝马上说不要这样做 因为第一 那个地方也会被掳掠 也会被消灭 第二 那是金牛教的地方 不可以去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以为你在敬拜我 实际上你的罪 你也在更加的加深 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 太了解了 他们心思一动 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对吧 要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继续说 要寻求耶和华 不是寻求金牛犊 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免得他在约瑟家 向火发出 在伯特利焚烧 无人扑灭 你还记得吗 在阿姆斯书前几章 一开始就反复的说 各个列国 有火降在你这里 把他烧了 有火降在你这里 把你烧了 火降在所有的地方 把他们都烧了 对吧 这里说的是 你要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免得这战火 烧掉你们的国家 当然后来 以色列人没有寻求 亚述这烈火 仍然是把他烧灭了 但是这里上帝 想说的意思是 那寻求耶和华的 必得着护理 必得着保护 必被扑灭烈火 或者根本就让烈火 不会发生 这就是上帝的意思 而火 从来都是地狱的预表 再往下 再说 怎么寻求耶和华 不要拜金牛 已经说了 第二点 在斥责以色列人的罪 你们没有寻求耶和华 是因为 你们这是公平 变为阴沉 将公义 丢弃于地的 要寻求那 咱们先说 不说后边 要寻求什么 现在斥责他们的罪 给他们加了一个定语 是说 你们这些 以色列人 是把公平 变为阴沉 将公义 丢弃于地 我记得我讲 生命记的时候 专门有一次的讲道 就叫阴沉 是吧 阴沉 这个是 中东那一带 对于这种苦草 对于甚至 毒草的一个统称 大毒草 对吧 有害的杂草 苦草 毒草 对这种东西的统称 以色列人 把公义 变为了毒草 这是一种污名化 对吧 这是一种 颠倒黑白 这是一种 把善称为恶 把恶称为善 他把公平 称为毒草 称为这种苦爱 所以这就是 以色列人的大罪 毒草 好词 坏词 就是这么来回的 在转换 我记得就是 几十年前文革的时候 经常有说 这是什么大毒草 资本主义 大毒草 这一个刊物 这一个作品 这一首诗歌 这是大毒草 都要铲除 其实你发现 铲除掉的 都是最美好的 留下个什么样板戏 那是什么垃圾中的垃圾 就是这么一个 颠倒黑白的年代 对吧 颠倒黑白的年代 所以我在找 这个阴沉的资料的时候 我还记得有意思的 阴沉是苦的 是有毒的 代表着苦毒 带着恶毒 我打恶毒这个字的时候 我用PE输入法 结果输入的时候 忘了 要敲空格 敲了个回车 出来是EDU 教育 ETU教育 这让我深思了一会儿 原来最恶毒的是教育 在中文的这个谐音梗当中 所以这种本来美好的事情 会变成了它的反面 这种事情 这种征兆 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会议 大难将至 公平变因成 公义丢到地上的意思 就是当垃圾 公义丢到地上 不要了 所以寻求上帝 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 你要寻求公平正义 尤其这是 特别是谁的责任呢 领袖的责任 寻求上帝 很大的意义上 就是要寻求公平正义 弥加的劝勉 我们都清楚 对不对 要寻求公平正义 这就叫寻求上帝 你没有这种 真正要去在敬拜中 得能力 得力量 得勇气 得方向 去寻求公平正义的心 你的敬拜是枉然的 你去不去伯特利 你去不去吉甲 你的心也是金牛肚 你所谓的敬拜 根本没有产生一个 实际的行为 公义的上帝 怎么弄出来一群 阴沉和垃圾的子民呢 对吗 是这样的一种问题 所以在整个旧约 乃至整个圣经当中 公平公义 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说 恪守律法 守住律法 敬拜上帝就好了 它指的是这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两个词都跟盟约 跟责任有关 几乎是同一词 但是有细微的差别 公平在原文当中 比较特指 要借着改正错误 和惩罚那做错事的人 来建立或者维系 或者恢复社会的秩序 而公义是在强调 这种约当中的 各样社会关系 每一个人在这种关系中 都有他的位置 都有他的责任 必须要履行自己的责任 和义务 这叫公义 做父亲的 就当做父亲要做的事 做儿女的 要有儿女的责任 做君王的 做臣子的 做老师的 做学生的 做商人的 做买家的 这些都各自 有自己的责任 义务和人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正常 合乎上帝的心意 这叫公义 而公平是在这个前提下 具体的要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西方的图片 或者是电影 你见到过 法院的门口立了一个叫做公义什么女神 是不是 你记得那个女神像是一个什么形象吗 他蒙着眼睛拿着个天平 对不对 蒙着眼睛拿着个天平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看人的情面 我好像保持一个中立和公平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不完全符合圣经说的公义观 这是希腊式的公义观 希腊的哲学意思就是希腊诸神说 人间的事我不管你 你们自己磕 磕出个胜负来 就会咋地的 我保持一个中立 但很多时候你需要明白一点 当你在善恶之间 你要保持中立 当你看到一个义人 孤独的义人 在那里 一群萧小之辈 恶狗一般的人 群起而攻之 你这个时候把眼睛拿丝巾一蒙 我要保持中立 你们自己来解决 你这样做的时候 已经在偏袒恶了 对吧 所以有一个神学家 他说得很好 他说耶和华的公平 不是蒙眼的正义女神 拿这个天平 耶和华的公平是 一手伸向着躺在地上的可怜人 把他拉起来 另一手要推开 那个把人家推倒地上的人 你们要这个意思吗 一手要去扶住 行善 一手要去逞恶 要制止这个恶的继续蔓延 他睁着眼睛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从神来的公平和公义的 所以以色列人 你们这些把公平当毒草 把公义当垃圾的人 你们要寻求神 就是寻求那什么样的一个神呢 也就是说 下边阿摩斯是从神学的角度 来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神 比外邦的什么蒙眼女神 更加的公平 外邦的蒙眼女神的意思是 你问我谁对谁错 我也没辙自己玩去 我不懂 我不知道 而 那就说明他们是有限的 他是假神 他根本就不是神 对吧 他不是全职全能的 那神的希腊的神都会劝你 哎呀 厄里普斯你认命吧 命最大 我也得服命 对吧 只有上帝 他是有能力来保障公平和公义的原则 得以确立和实现的 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 下面就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这位神 他造了卯星和身星 使死因变为尘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 命海水来浇在地上 耶和华是他的名 耶和华我们常知道这是立约之神的名字 但这个之前又讲他是一位创造之神 对吧 所以又是回到那个主题 要你寻求这一位创造主 这一位救赎主 所谓的这个卯星 就是天上的那个叫卯星团 这个很早就是由科学家发现 而且就是一位牧师发现的 在1767年 一位英国的牧师叫约翰米歇尔 他就计算过 这个卯星团有那么多的亮星 聚集在这个方向 会不会是恰好你看过去 其实不在一个平面 不在一个距离内 就是很远处的所有的灯 所有的星光照过来了 你觉得是个星团 他计算过认为不是 那个几率很小 这应该就是来自同一个距离 同一个星系里的星团 最后现代的科学 也证明他说的对 这个卯星团 在所有的古典文学中 都有出现过 中国人 什么印第安人 什么毛利人 这种澳大利亚的 也包括圣经 圣经中也多次就出现过 这个卯星 至少是出现过三次的 约伯纪 两次 阿姆斯书 掌尔一次 这个卯星团在 日本人看起来 说它是一个节 就像那种领节 或者是一个 一串项链 那个状态 像一个首饰的样子 有一个歌星叫 古村心思 还唱过一首歌 就叫这个卯星 所以他们这个卯星 是在古人那里 看得比较清楚 当然今天的天气状况 不允许我们看到 这个卯星团了 我自己说实话 没有看过 如果不介入天 望远镜看不到 但下面这个身星 你可是看不到 这读身 这不读餐 身星 身的意思 在古代 它就是三 一二三的三 身星就是三星的意思 具体来说 这个东西 大家都看到过 就是猎户座 那个腰带 冬天在北方 你都应该看得见 那个猎户座 是吧 一二三四 然后中间三颗 对不对 那三颗就叫做身星 身星 在中国的古代传说当中 是说这个高新氏 有两个儿子 这个小儿子 跟他大哥不合 经常打仗 然后呢 这个姚就把大儿子 签到了 把小儿子 签到了大夏国 然后他主拜身星 他的那个哥哥 往东方去主拜 主拜那个伤星 所以说古代 有一个典故说 动如身伤 意思是 这个兄弟 一个拜身星 一个拜伤星 一个在极西之处 大夏就是今天的 巴格特里亚 阿富汗再往西 而伤就是今天河南那一带 意思就是两个人 东离西有多远 这两兄弟离得就多远 所以在中国古代说 动如身伤的意思是 永不相见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这是杜福写的 所以这个身星 就是三星 就是三星 是天上 北方的天空中 最明亮的 最容易看到的 三颗星星 所以你要注意 我记得以前 我讲历史课 专门提到过 上帝是以这个星辰为装饰 在天空中铺设了许多的画面 对吧 这个猎户座呢 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画面之一 他像是一个猎人 手拿着一个棒 然后脚踩着一长蛇的头 在击杀这个长蛇 就像约伯记提到上帝的时候 他的手刺杀快蛇 他提到天上星宿的时候 就这么提到 他的手刺杀快蛇 他就在暗示你天空中 这个其实是有福音的预表在里面的 所以上帝的奥秘 就是体现在这星宿是他造的 然而这星宿就好像一个穹顶壁画一样 他在让世界的各个民族 你会发现 他们对于这些所谓的星星组成的形状的看法 都大同小异 那就好像是一个最原始的画面 语言不通 你也可以看画面知道 上帝的心意已经隐含在其中 所以这里边就提到 这个造卯星造身星的上帝 你要寻求他 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又跟你有关系 然后他使死因变为晨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 这个就等于是说上帝在转动地球仪 他扒了地球就像你扒了地球仪 对吧 他在这让他转 让他转 所以才死因变晨光 白天变黑夜 对不对 而且上帝还调动洋流 是不是 让海水蒸发上来 跑到你这个地方再降下来 命海水浇在地上 你说古人真是会想啊 他们怎么知道这种蒸汽上升 云层凝结 洋流 云层过来降雨的 阿姆斯就这么写 这很符合现在这个气象啊 地理这些东西 是不是 所以总体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上帝造了宇宙万物 造了天上星宿 又造了地球 并在那转动 又造了海水 造了洋流 造了大气 让他的比例合适 让他这个水分蒸发上来 可以往下降 而且他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很多中东那些沙漠的国家 就想到 呀我们这么干旱 我们就要靠着海 守着水渴死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把那个大海 那个 以那个海水要漫灌沙漠 想用这个方式来治理沙漠 你觉得这能好使吗 进去之后水迅速蒸发了 蒸发的那个云 你这没有山挡着 根本留不住 全都又漂到那些绿洲去了 是吧 降到那个绿洲的地方 你这个地方 水蒸发之后 那个岩碱更厉害 是吧 所以人做不了什么 是上帝让一个地方 变成绿洲 或者变成沙漠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再往下 他是立强的呼召灭亡 以致保障遭遇悔患 这里立强的和保障的 又是邪音梗 就是两个星座的名字 具体有人认为是金牛座 有人认为是什么 御夫座 这个就不重要啊 总之告诉你 又是个谐音梗 他让那个 就是 确实指的是强力的人 也确实是指的 那个自己以为有保障的人 能攻能守 最强的矛 最强的盾 这样的人 他们拜天上的星辰 对吧 上帝是造天上星宿 但他多次多方的说过 那拜天上星宿的 那是大恶 对吧 你要寻求的是上帝 造星宿的神 而不是他造的星宿 所以他说 那些个拜星宿的 那些星座都会被毁灭 都会被毁坏 你们要寻求这一位上帝 他有这样的能力 创造业击杀 所以他才 也唯有他才能是 真正的公平正义的发出者 你们不要忘记 他看着这一切 他不蒙眼 他睁眼看着世人 你们这些把公义变成垃圾 把公平变成毒草的 你要小心 上帝可以让你的强力被灭亡 让你的保障被毁坏 你必须要寻求他 重拾公平公义 才得存活 这是他的意思 接下来继续讲的 还是这个主题 你们如何的偏离了公平正义 这里说了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憎恨那说政治话的 说政治话在中国 和说政治方面的话 好像有时候就有点接近了 所以我们也玩个谐音梗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你说长春的城门口在哪 是高速出入口吗 是在哪 是在东 是在北环城那吗 是在快速路的下车 下快速路的地方吗 是长城火车站吗 一个城市的城门口在哪里 所以不要用这个地理学和建筑学 去理解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去考证长春谱子 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是在南边北边 不是 长春的城门口应该是在他的法院 在他的政协 在他议事的领域 在他的网络上 在他一切可以被公开看到的地方 电视上 广播中 网络上 对吧 也就是说城门口指的是一个公共政治领域 你说为什么又说政治 因为政治这个词指的就是公共事务 希腊人发明的这个词 政治就是公共事务 你说不要老搞政治 谈政治 那我现在问你 假如说现在国家说 每个孩子一天要喝一袋奶 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政治吗 你说这叫卫生 不是 任何涉嫌涉及公共的公共政策 那就叫政治 这就是希腊语的来历 所以他的城门口责备人的 就是指在公共场合 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责备人的 这里的责备通常还不是责备老百姓 你需要会议 是不是 然后你们怨恨这样的人 这里的你们是谁 两种情况 有可能你们就是被骂的人 达官贵人 这还能理解 因为这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骂的就是你 你挂不住了 对吧 但更可能的是 更可能的是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就是一个小孩说 皇帝没有穿衣服 旁边他刚刚捂他的嘴 你们怨恨这个小孩子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在连累你 对不对 他在连累你 你憎恶那说政治话的 因为他打破了你的岁月静好 他不让你这么混下去 这就是古代的以色列发生的事 但是你却发现 句句打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脸上 就比如说王淫 他就是那个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他就是那个说了政治话的 可是有太多的人 怨恨他 甚至憎恶他 我倒不必说 你非得做王淫 我说的是 至少你不要骂我 不要恨他 他按照神给他的吩咐 吸引了火力 让我们的平安延长了三四年 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神给他的呼召 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伞兵 跳伞到了敌群当中 说向我开炮 他比王淫更加真实 而且事情是照他所说的 这样做 可是如今借着这个谐音梗 散兵在网上成了个骂人的话 以至于在百度被禁 据说在百度上 你打不出这两个字的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讽刺 你记得王一牧时 曾经跟一个 有一次在一个流浪人 人员被击杀的那个案件 当中跟网友那番对话 我还专门写过 在这里不重复 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真正的骂人的话 现在可以打出来 而散兵是打不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 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恶兆 所以有时候我想 突然我觉得 王一其实促进了 中国教会的团结 因为以前中国教会很多派 他出事之后就剩两派了 挺他的和骂他 好吧 其实还有三派 其实是三派 还有一个中间派 中间派有很多骑士 只不过骑的不是马 是强 第二样罪 公平正义的缺失 第三种的罪 你们践踏平民 这么联合 上面主要讲的是 达官贵人了 对吧 你们践踏平民 向他们勒索麦子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 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这又在提到贪心的富人 是怎么使用他们的 不义之材的 第一 勒索麦子 这不用提了 把人家的口粮抢来 你要来去上交 因为你自己抱的 母产一万斤 在里边赚差价 古往新来都是如此 第二个什么意思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 盖房屋 这犯罪了 这个事怎么了 有人说 是不是圣殿才能用石头 但圣殿说的是 不要用凿过的石头吧 对不对 所以这里想说的意思是 在中东那个地方 正常人住的是普通房屋 就是用泥 和上草烧的砖 是砖瓦房 你不住砖瓦房 你要去用石头来盖房子 你想想开采一块大石头 凿出来 那个比你和你做砖 是不是要废的功夫多得多呀 所以这个富人 才消费得起这种东西 他是耗尽了人力物力 来制作这样的房屋 建造房屋 始作俑者 第一个这么干的是所罗门 对吧 所罗门自己的王宫 是不是这么盖的 后来这些人就上行下校 但是现在说 你们盖好了 却不得住在其中 你这房子比恒大的房子还惨 倒是交了房了 你住不进去 是吧 因为战争要来了 第三一点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还是一样的 是不是 拿拨的葡萄园被掳的事情 应该是在遍地都在发生 很多人就是巧取 豪夺了别人的这种田产 房产 酒庄 葡萄园 你不得喝所出的酒 因为审判 就是要给到你们这些人头上 所以现在你要是说 看到了很多的这种 比较大号的韭菜被割 这种曾经一飞冲天的 这帮富豪们 一个一个的现在被打掉 我们先不说 他被打的动机如何 就像亚述去打以色列的时候的动机 未必是要替上帝申冤 替上帝主张正义 但是就其效果来说 你可不能说是完全是错的 对吧 听说那位著名的影星小燕子 就是在法国有很多的葡萄酒庄 是不是 好像中国市场上的葡萄酒 什么三分之二都是他供给的 法国一共才产 一年产好像什么 几百万瓶 什么拉菲 中国市场上每年卖三千万瓶 好 所以再往下说 总结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 你们苦待艺人 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 这又说的是这一帮达官贵人 本来应该应当 刚才我说领袖 特别应当去守护正义 寻求正义 维护正义 可是就是他们带头的犯罪 苦待艺人 谁说了政治话 谁在那主张了一些 和神心意的事 就被他们怨恨 然后他现在是为什么 他要收受贿赂 然后就在城门口要驱往穷乏人 这就是圣经中指示的大恶 然后下边有一节经文 常常被人引用 连我都引用过 我现在却觉得 我必须要重新解释一下这段经文 这经文说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 必静默不言 因为时事真恶 你是不是这个话还很有印象的 很多人引用这句话 包括我也都这样说过 那我干脆不说话 我也别在网上说了 我也别在教会说了 我也别公开说了 心里想想得了 因为你看现在的时事多恶呀 是不是真恶 真恶还是真恶呀 不知道哪个字 反正又恶又恶 是吧 又恶心又邪恶 所以我们通达人 咱们就明哲保身吧 我们就静默不言吧 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可是我要问你一句 阿摩斯见到这样的时事 这样的恶 他就静默不言了吗 阿摩斯不通达呗 所以这是一个解经的错误 实际上这里说的 见这样的时事 也许这个翻译 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或许应该翻译成 叫做见那样的时事 这个意思指的是 在那个最后战争来临的时候 审判来临 灾难来临的时候 到了那一步 这社会上稍微正常的人 同情达理的人 见到了那种情况 已经恶成了 不可挽回了 他就沉默不言了 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说什么都晚了 当天使拽着罗德的手 现在出了佐德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再去祈求 就晚了 那个时候再回头说 不行 我还是对佐德玛有负担 我现在要回去救一些人 就晚了 你回头你也变柱子了 所以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 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 恰恰因为你在当说话的时候不说话 所以到了最后大难临头的时候 说话是没有用的 你在当做工的时候不做工 到了毁灭来临的时候就不必做工 你就只好默默承受审判就得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对于先知 对于神呼召的他的儿女而言 不是要拿这句话当做你骑在墙上当骑士的证据的 这恰恰恰 这恰恰是在讽刺 或者悲哀的以哀歌的形式 告诉你那样的结局多惨 阿摩斯自己就是奋力的大声疾呼的 他没有静默不言 就像以赛亚书中所说的 58章1节开始 你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扬起声来 好像吹脚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这就是你做先知的 做祭司的基督徒们当做的事情 特别是做领袖的人 对吧 无论是先知 以赛亚是先知 阿摩斯 这才是你当做的事情 不是静默不言 装什么通大人 识识误者 这是讽刺的 所以这经文不是这样 用 然后下面说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反复说了好几次了 你们怎么做 就会存活 是吧 求善不求恶 就存活 这样万君之耶和华神 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你要寻求他 下面说要 要恶恶好善 在咱们中国有这个成语 叫做善善恶恶 是吧 类似的 在城门口 秉公行义 或者 耶和华万君之神 向约瑟的愚民 施恩 善善恶恶 这句话 在春秋 在史记里边都有 意思就是说 称赞善行 而憎恶邪恶 人能做到善善恶恶 这就是有了 从神来的大智慧 就叫分辨善恶了 分辨善恶本身 不是错的 对吧 索罗门就很有这个能力 对吗 所以他断案如神 人错是错在了 不听神的吩咐 吃这个果子 而不是说 上帝不喜欢 你有分辨善恶 这种智慧 这里说的 你要善善无恶 恰恰说的是 要让你分别善恶 要有这样的一个良知 有这样的智慧 而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刚才已经说了 不要拿毒草当灵芝 不要拿垃圾当宝物 拿灵芝当灵芝 拿垃圾当垃圾 这就叫做善善无恶 恨该恨的 爱该爱的 喜欢善的 讨厌恶的 这就叫善善无恶 这就叫在城门口 秉公行义 当你这样行的时候 你才要来看 或者这个或者的意思是 耶和华可不欠你一个救恩 对不对 罪恶满盈 罪恶滔天 还不自觉 还认为自己是通达人 你这样的人赶快悔改 寻求那位创造主 救赎主 或者耶和华还可以向你们示 这就是先知的这一篇信息 如果让我们总结来说 这里要我们离弃罪恶 寻求上帝 离弃罪恶具体来讲是三样的罪 第一个说不要去挤甲伯特利 对不对 离弃金牛之罪 金牛这种东西的实质就是不信 就是不信 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来敬拜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 不是我们原来的地方来敬拜 是因为就有人说 来 请你让我盖一个 简易合格的金牛的一个印章给你 你就可以合法了 只不过因为我拒绝接受这受的印记 然后他说我没有证 我也没有证而自豪 是不是 有了证和坏了 所以离弃金牛这样的事情 金牛的意思就是不信 甚至比不信还恶 因为是伪装成了信的不信 第二种的罪 就是离弃这种阴沉之罪 意思就是说不公义不公平 不公义不公平 把坏的变成好的 把恶的称为善的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苦的强辩说是甜的 要离弃这样的事情 第三个要离弃通达 这里的通达当然是一个反讽 我这里说的通达 显然指的是那种 自以为是蒙眼的女神 这种貌似的简末 貌似的中立 理性客观 实质上就是一个字可以概括 怯怒 如果你还是个基督徒 这就是一个车的名字 叫切诺基 千万不要坐这种车 这三种罪很有代表性 金牛之罪 阴沉之罪 所谓的通达就是切诺这种罪 分别你会发现 它关乎信仰 是圣所会犯的罪 第二它关乎 法律 政治 公平 社会体系 城门口这种公共领域的罪 第三比较是你的家里 你的个人 切诺的罪 当然也跟公共领域有关系 所以这里边说的就是 以色列人你们犯的罪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领域都有 从圣到俗都有 从上到下都有 他们的罪无所不在 就是这三样的罪 然后你们的解决的办法 如同先知所说的 就是要去寻求 你光离弃了罪是不够的 你还得寻求上帝 你光说不作恶是不够的 你还要寻求善 我记得当年十几年前 谷歌公司是著名的 以自称叫不作恶为荣的 是不是 但是你只满足于不作恶 后来不去寻求善 也就是寻求神的时候 你后来也难免作恶 你会发现他和他旗下 美国今天所有的互联网的 这些大公司 这些大的财团 无一例外都是在给什么 彩虹旗背书的 是不是 都是在给这种不信神的 去摇旗呐喊 捐款助威的 所以光离弃 刚才说的金牛阴沉 怯懦的罪还不够 你要寻求神 就是寻求那位 造了卯星和身星的 转动地球 发动洋流的这位神 要寻求这位与人立约 要拯救他的儿女的 这位神 这位创造主和这位救赎主 具体而言 就包括这里边对于公义 尤其的看重 首先你就要来重新拾起公义 辨别公义 找回公义 认识公义 然后就是你要宣讲公义 公平 正直 我说这有这么几个层面 每一个人去都要传讲那公正的上帝 他那公义的信息 这个指的是第一个层面是在心里 你自己要认同 你自己要认同认清 要来自信 第二个是家里 你有责任带领你的家人 坚持公正正直和正义 让他们晓得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黑的 什么是白的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第三是邻里 你跟你那有关系的你的邻舍 你应该 分享那关于正义的上帝 那正义的事情 你不能去随流附和 说着那些根本就违背上帝的话 做着一些得罪基督的事 干着一些热动圣灵的愤怒的一些活 第四个是更加大的公众领域 那个特别是给领袖们和有影响力之人的责任 他要在更大的领域去善用神给他的影响力 将这样的正义公平传讲出来 第三光讲是不够的 还要施行公义 施行公义这就多了 比如拒绝贿赂 这里边说到贿赂 拒绝贿赂的意思是 拒绝接受贿赂 也拒绝贿赂别人 对不对 当你要拿钱给别人 或者你要接收人家的钱去做事的时候 意味着你就要准备作恶了 是不是 意味着你已经准备颠倒黑白了 你准备偏袒这有钱的人了 对吗 所以接受贿赂 不是因为贪心 是因为不公义 人不公义 不敬畏神 才会任由自己的贪心越过边界的 所以施行公义 在这就意味着 不要干扰这种公平 搞这种内卷 你去医院麻醉 排号 正常叫号 结果你给医生塞了两千块钱红包 给我排到第一号 原来排第一号 现在被你挤到第二号的一看 好 我也塞了两千块钱红包 我又排到第一 每个人都塞了两千块钱 最后次序不变 还这样 这就叫内卷 唯一的结果就是 你多损失两千块钱 然后医生让你害 被医院纪委调查了 是吧 所以这种贿赂干扰了公平 是神恨恶的事情 第二个当然要警惕贪心 一个人不再是正直人的时候 他当然就会贪心 所以姊妹们就是特别要提醒 嫁一个男人 嫁一个弟兄 最重要的不是他有没有钱 是他是不是正直 正直人 另一个翻译就叫义人 正直人才可能负责任 正直人才会有操守 正直人才会真的敬畏神 才会不被一些 更小的小恩小惠 干扰他的判断 虽然他也会软弱 但是一个人根本没原则 这个人什么都敢干 那这个人不可靠 贪心对他来说是正常的 第三方面 别人都在责备义人 都在怨恨那正直人的时候 你应该扶住这样的义人 别人都在驱往穷人的时候 你要恩待穷人 所以这就是你实行公义 至少在这个段落里边 具体的操作 拒绝贿赂 警惕贪心 辅助义人 恩待穷人 这就叫公平公正和公义 你还记得吗 施洗约翰 别人围着他 被他的道扎了心了 想要悔改 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 结果约翰就回答说 有两件衣裳上的 就分给那没有的 你要注意 分给那没有的两件吗 行善是说 你有两件衣服 两件羽绒服 现在冬天到了 你看哇 这个男王来的孩子 好可怜 居然没有羽绒服穿 两件都给你 我穿被骑士出去 没有这样要求你 对吗 两件的分一件给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也就是说 行意也不可过分 也没人让你过分 上帝爱他 他也爱你 对不对 哪或者他冻死了你 这不还是一对一吗 是吧 所以 有两件衣裳的分给他 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没有说你别吃了 让他吃 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 而是说你家有多余的 分给他不足的 这样最后大家都吃上饭了 是不是 多余的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 问他说 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 你要注意犹太的税吏是干什么的 是等于叫做包税人 是帝国的代理 你跟帝国承包了这块的税款 你拍了保 这个胸脯的 做了保证 公开社会招标的 三个大包工头 这个包税头 一个叫萨该 一个叫萨不改 一个叫萨盈该 然后三个人竞标 最后是萨该说 我能保证 今年收到一千万两 那两个只能出到八百万 结果你中标 然后你就要来 像这个只能每年提供 六百万两银子的地方 你要征出一千万税来 所以这个税吏总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美国人据说是感同身受 美国的税追的最厉害 据说有一个大力士比赛 美国就是拿橘子 看谁能捏出那个汁最多来 有的大力士捏了半杯 另一个大力士捏了多半杯 后来来了个干干瘦瘦的一个税吏 一个税务长把那个都捏过的 再拿过来一捏 又出来一杯半 他最会榨取 所以这种妖魔一般的人 税吏也要来受洗 问约翰说 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除了立定的数目 不要多取 所以信仰是很人性化的 信仰没有说 都像萨该那样 编卖你所有的 偿还人家 讹诈过谁还他四倍 然后你做穷光蛋 你来供从我 没有都这么说 除了立定的数目 不要多取 不要搞那种恶性的东西 不要因为自己贪婪的缘故 多争取 也不要为了去献媚 给上边缘故 为了升官罚财 移民罗马 而多取 除了立定的 当然帝国保护你 交个人头税 还是应该的 耶稣都交税 是不是 除了那立定的 就不要多取 这就叫做行义 又有兵丁问他说 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不要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 自己有钱粮 就当知足 就是说 不要总拿着枪 恐吓别人 不要自己以为 穿了一身制服 就可以去 要贺肉的 去指示这些人 你怎么当上这个的 你自己很清楚 你如果脱下这身衣服 咱们在别的一个场合 在公园 带着孩子 见面游玩的时候 以我是一样的公民 你没有高了一等的权利 你需要知道这件事情 不可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 我记得上个月 抖音上 有人转载一个小视频 说 吉林市 一个小区 被当地的有关部门 深夜11点多去 把所有的 停在那个路边的车 贴了一排发弹 是不是月底冲月气啊 这个的意思 就是趁你睡了 贴发弹 你来挪车的机会 都没有 是不是 当地的居民投诉 弄得非常的尴尬 最后 我忘了后续了 忘了后续是什么样子 他说这个意思 讹诈 自己有钱粮 就当知足 那你不是公务员编制吗 那不给你开支的吗 有钱粮就当知足啊 你要真不知足呢 真不知足 那你就别干这个啊 你干啥能挣钱的买卖来 你还要占着这个便宜 还要来这里挣钱 这叫大恶 这样的人就要悔改 所以 约翰的这个说法 也可以说是对阿姆斯的 劝勉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当你离弃罪恶 金牛之罪 阴沉之罪 怯懦之罪 当你寻求上帝 这位创造主 这位救赎主 去宣讲 实行公义的时候 你得着了什么 这里边讲 你得了存活 对吧 这存活指的是 当你倒在地上的时候 有人搀扶你 不至于怕碰瓷 怕被你讹上 以色列民倒在地上 无人搀扶 太惨了 那寻求耶和华的人 上帝会拆人 搀扶你 拆了个撒玛利亚人 搀扶你 是吧 第二 能得着存活 又体现在灭火 大火烧掉了别的国家 别的城市 唯独你这儿不着火 第三 让你得了保障 不再被人侵略 这就叫得存活 寻求上帝只是为得存活吗 不是 你还会得平安 而平安一定是 什么和平安相亲来的 是吧 喜乐平安 那是相邻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一个人只有行的正 办的直 是吧 是正直人做公义事 他的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 你说不对 我每天就作恶 我在犯罪 我在罪里 我也很平安 你那叫烙铁烙罐 那叫麻木 那不叫平安 对不对 真正的平安 就是因为你行了那正直的事情 合了上帝的心意 你有平安 就是以前 很早以前有个话说 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会痛就说明你不平安 你的真不会痛 说明你玩也不叫良心 是吧 你的良心会痛 说明你是 不平安了 如果你那个事真的是良心 然后你真的不痛 那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是吧 是正直的 所以人人都有这个需要 比拉多说 我做了个梦 哎呀 梦里被这个人折磨得不轻 所以第二天我不想杀耶稣 对不对 说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迫要杀 被迫要杀 他还得洗个手呢 意思是表明我真是被连累了 我真不想杀 这就说明人心对这个是有需求的 对吧 人要是心里不平安 做了一些恶事 没人知道 真的没人知道 他心也不会平安 因为他知道 即便人不知 还有神知道 就是不信神的人也知道 我记得金庸 哪个小说里就写 这个人多少年前 把一个人杀了 把人家的尸体 在他 砌了一个墙 给人家砌到墙里了 然后这个人就后来 得了一种梦游症 每天半夜起来 就在那儿 他家的庭院里边在那儿 拿着颤刀 活泥 一扣 盖上砖 每天在他的家里砌墙 他老婆孩子都看见过 非常可怕 总在那半夜砌墙 这说明什么 心里不平安 他害怕 对吧 他知道有一种 所谓的冥冥之中 有种审判在 所以人的平安 是从正直来的 有一个电影叫复活 也是讲那个 主持定死耶稣的 那位罗马百夫长 定死了之后 发现自己很有罪恶感 很不平安 后来去到 犹太基督徒的社区 发现人家很平安 明明是他们的教主死了 结果人家比你活得还开心 后来他就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的 也就跟随了他们 就信主了 丢掉了罗马的这个官职 没有了钱粮 没有了权势 没有了枪 但是他得了真平安 是吧 那个故事 所以我说 刚才提到的那种车 切诺基 真的成了那种人 我跟你讲 除非你选择 让烙铁 把自己的心 烙成一个个大巴了 全烙麻木了 失去了感觉 否则 如果你的良心 上帝还给你 让他添良为你 那么一定 他会一直 被罪恶感 幻灭感 无力感 所困扰 顺不过去 不得平安 晚上失眠 白天失神 因为他失了神 他确实失神 是吧 所以这样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真平安到底是什么 从天上来的 即便你要付人间的代价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见证 这个是云南苗族的一位牧师 叫王志明 他是1907年生的 苗族牧师 你就想到了伯格里 是吧 福音的果子 他在这个地方 是内地会的一个重要的教区 他的信徒都以苗族的为主 然后他在当地 苗族人办的教会学校里 接受的教育 长大的 然后就做了这个地方的牧师 先是毕业后成为教会学校的老师 教了19年的书 之后成为了当地教会的牧师 1948年 案例为总堂牧师 称为当地教会领袖 1948年 第二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吧 然后到了1951年 所有的外国宣教士 都被赶出了中国 就由这个王志明牧师 来负责继续牧养当地的教会 在那个年代 人民其实都是挺淳朴的 都挺忠于国家的 他也很忠于国家 甚至于其实 50年代先搞三字运动的时候 他提出也都签了那个三字捐言 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后来他越来越发现事情不对了 就开始号召他们跟着一起要批斗地主 反对外国人 反对什么什么 可是他就在想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教会明明就是外国人建立的 对吧 他就拒绝参与这种活动 拒绝参加任何披露大会 他说 我的手曾经给很多信徒施洗 我不能用它沾染罪恶 这就叫善善勿恶 我不能从恶 于是文革开始后 1969年 包括他在内的当地21名教会领袖 就因为反对信徒参加什么三中鱼 什么四无限这种活动 被逮捕 反对信徒参加这种活动 就被逮捕了 被关押了四年之后 1973年12月28日 突然政府说 让你家人来见见你 他自己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别人都连见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你是个苗族的 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很宽大 允许你要见最后一面 所以他的家人赶着几十里的山路 他的妻子带着一家十几口人来看他 带了六个主鸡蛋 走了几个钟头 到了看守所 然后见到他的时候 他戴着手铐 脚镣 手掌上鲜血淋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就用这个插着鲜血的手掌 拍了他妻子三次 然后接过这鸡蛋留下三个 还给他三个 好像他们都是有一些约定 这些都是有一些暗号在里边 然后他跟孩子们 当着这些看守人员的面 他讲了三句话 他说 我已经改造不好了 现在的下场是咎由自取 所以你们不要学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说 你们要积极劳动 让自己有饭吃 有衣穿 其实就是在劝勉你手速安诚 活下去 对吧 等待 第三句话说 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 使自己身体健康 不生疾病 就是提醒你要圣经 这就是他的临终的遗言 第二天 66岁的这个王志明牧师 被宣判死刑 立即执行 两万多人参加了这个公审大会 他的罪名是五条 第一 帝国主义走狗 死不悔改的间谍 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第二 现行反革命 第三 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 第四 地主一党 第五 红军长征路过陆丰陷阱时 他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 阻拦红军过路 还真刀真枪的干 亲手打死七个红军战士 第五条是栽赃 没有的事情 前四条是真的 前四条是真的 教会有教场 有地方盖学校 盖教堂 所以你就是地主 集体困靠他的人 其中一位是撒谷山教会原来的教牧人员 曾就读重庆孙学院 也是一个牧者 他代表贫下中农发言 坚决要求立即处决最大恶极的王志明 为了防止他喊口号 在宫审大会和枪决前 他的舌头已经被绞碎 只能看到他嘴角在流着鲜血 说不出话呢 但是他一直 红光满面 极其的喜乐 他面对着微笑 看着众人 没有害怕 紧张沮丧的表情 十二点 他被枪决 本来政府还想拿炸药 把他的尸体炸毁 后来 在家属恳求下 大家也一直为此祷告 才给他留了个全尸 然后尸体也被看到了 晚上十二点钟 不让人接近 大家就等到了十二点 撤了岗之后 家属弟兄姊妹 才去看望 他的尸体在十二小时之后 才开始变凉 一直是热 然后教会的一位长老 把自己预备的棺木 送给了他 他都没有钱置办棺木 就这样下葬 然后一九八零年 十二月一号 中国政府给王志明牧师平反 并且给他修建了坟墓 补发了一千三百元精神损失费 给他的家属 一九八一年 他的墓前立了个纪念碑 所以他是文革当中遇难 并且可以被纪念的 极少数基督徒之一 他的墓碑上最后一句话 写着是启示录十四章 第十三节 他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所以他被抓的时候 他那个县有两千七百九十五名基督徒 到了一九八零年 基督徒发展到了一万两千人 这就是殉道者的先续所做的事情 然后一九九八年 是王正明牧师百年诞辰 当地苗族教会给他举行了 苗族教会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 光师班就有两千人 然后一九九八年七月九号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宣布 二十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 给他们塑了一个小的塑像 就放在了威斯米斯的教堂的上边 其中有一位就是王正明牧师 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其他的有什么 马丁路德金这些人 好 所以说这个见证说明了什么 他这就叫做得了存活吗 没有 但他得了平安 除了得了平安之外 更重要的还得了永生 甚至得了奖赏 是吧 我说他不是得了英国女王的奖赏 我说他是一定得了上帝的奖赏 所以 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注意上帝睁着眼睛呢 他在上边 上帝之下 基督面前 在生死之间 在善恶之间 我们何惧何从 不可以装聋作养 不可以投降 也不要骑墙 所以在这个时候还谈什么 但博明智 宁静智远 你明了智了 你就不明白智明 你就不明白王志明牧师 没有认识王志明的神 也没有听懂阿摩斯的话 所以 那真正离弃罪恶 寻求上帝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善善物恶的人 他会得幸存 得幸福 免永死 得永胜 最后 我要读诗篇97篇的 10到12节 也和我们的信息很相似 你们爱耶和华的 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散布亮光 是为义人 预备喜乐 是为正直人 你们义人 当靠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灵 10篇97篇 10到12节 好 让我们来第一段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来 可怜我们 主啊 我们听到你的话语 我们就战惊 因为我们实在 比这里所说的 以色列人更恶 主啊 我们的生活远比他们富足 充裕 但是我们却 比他们更加的背逆 邪恶 麻木 冰冷 主我们就求你 就像起初你也怜悯了 约瑟家的渔民一样 你也怜悯了你自己所拣选的儿女一样 我们求你怜悯这个世代 求你怜悯这些国民 怜悯这些称为你名的 中国的基督徒 主啊 你求你兴起我们 说我们真的有着那盼望你寻求你的心智 说我们就因此而轻看这世上那一切杀身体 却不能杀灵魂之势力的恐吓和伤害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有能力离弃罪恶 帮助我们有智慧找到你的所在 帮助我们真的有那正确的情感善善无恶 帮助我们 有那足够的勇气 为你发声 为你宣扬 去真正的敬你 去真正的爱人 愿你与中国教会同在 愿你为中国教会每一位软弱的基督徒同在 求你使我们软弱却不至怯懦 求你使我们不在这平安当中 自以为平安 就忘记了主你的吩咐 主啊 求你带领我们因着一点点的忧患 就能够更加体会弟兄姊妹的忧患 更能够体会主曾经的受难 主啊 求你兴起我们 就像你在苗族人中 也曾兴起这一位可敬的牧者一样 求你在我们当中 做成你奇妙的大功 愿你的圣名得着称赞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